请充的 大家好我是车车 我是月月 我看到了九成 拿出了东方不败 对这个皮肤 对于玩武则天的玩家来讲 并不多见啊 哇 包昌汗 一个强化一技能的法球 瞬间就把蓝联网打残了 而且蓝联网这边还低了一个闪现 那相当于他一二级想往边 好猛啊 这个中线强度 是蓝联网必须回城 然后下落这把没有换线啊 那项羽就完全可以压着关羽了 他只要被动A一下 然后接二技能一吼 一组线清的是很快 刚才关羽 也先打一套状态 这武则天 武则天不用担心 他的被动是你脱战之后百分比回蓝 所以他在这些法师英雄里边 不缺续航啊 好久没完武则天这个皮肤了 清晰度他只能这样 是支援到马可这条路 而马可队到敌人杰自然呢 是会被压现全的 来了 三包一 别的一个闪现再往前 哎可以 弹到了 漂亮 拍大招 就硬扛着黄雄杀你 因为这把凯他的开野路线 是从上往下刷的 所以这一点让敌人杰压线压的比较深 并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 哎呦 同时 AZ也是正常的让纳可露露兰开 那他们也能够在一分45秒的时间卡关羽到四 哎呦 关羽漏了一个近战兵了 他接下来的兵也不好吃 来 2-1一套再打出了武则天产线 还是把这个兵卡到小米娜过来吃 黄卡这波线 就为了让小米娜吃到 来一刀的 看看一刀其实能劈到一些 对 甚至在上路还压出了小优势 刚才我们看到关羽如果 啥时候回家呀 回不去呀 硬冲到这个线上啊 他都到不了四级 对的 还是给葱花的关羽 足够压力了 现在纳可露露刷自己的第二片也缺 但就是趁着纳可露露刷野的时间 蓝灵王和沈梦西开始不间断骚扰 但是其实没有给到太多的一个致死伤害 因为桑吉在旁边是可以回血不续航的 对 而且敌人杰如果知道你对手是蓝灵王的话 一定会出一个隐忍之足 去扛一扛目里输出 对 很长 这个鞋子还是很常见的 下路蓝灵王已经过来了 呃 现在沈梦西到四级 来到了 标一下桑吉大招 大钻飞草丛 反而是自己蓝灵王吃了个黄牌 嗯 而侧面的 而在另一边吧 项羽又在偷偷摸摸的去吃凯的小野 所以就这么一几轮拉扯下来 AG的对线压住了 蓝灵王也没有起节奏 而且在对线上保持了自己的强势之后 相当于纳可露的野区被侧面都打住了 对吧 这个地方 大招开起来项羽再推两个 沈梦西再交一个翻滚 想打项羽实在打不动 好猛啊 有些 直接把蓝灵王给摁住了 尤其是桑吉在有萤火虫的情况下 就靠着刷血 让提言杰 无视一切的去点塔 是的 黄牌还定到马可的身上 这把马可太难受了 再来一颗雷 但是沈梦西的消耗 都是一个持续以上 这什么比赛 这是火牙的雷霆杯 找到大招惯到了 21技能弹出来 差一箱可以漂亮 哦 桑奇是杀掉了 但还是不赚 对 因为这把下路给了这么多的节奏 代价是你关羽没人听了 不就 XYG这把关羽就已经有点点自我生存了 关羽没有人太多去给他做一个协防和拆伙了 对 这把关羽难受 其实对纳克露露这个点他们发育的很舒服 是 就A技只需要让桑奇挂在下保持点击推 就能吸引XYG的一众火力 那谁还有精力去进行 现在就感觉凯刷的好慢 这个逻辑问题 现在下路塔也已经被A技点掉了 哎完了完了完了 哎呦 那这把 好像很逆风了 这凯感觉野区刷的真的很慢 大招 哇直接被弹开了 哎呦 暈到了 大招 哎呦 我惯不死啊 这个鬼子这么肉啊 真的是A技赛训组的神之毕癖 是的 他的这一手武则天 让SYG 打的效果好好 有走蓝灵王 根本不能带起节奏了 打半天都不掉血 哎呦 这一波 然后看一下 好 他顶了一下 哎呀 而关羽刚想追 就被一张黄牌劝退了 天呐 现在的经济越来越大 现在六分钟不到的时间 已经拉开了2000的经济 而且我们看到 其实一直在打架的是 两边的摄斧二人组 但是那可露露的经济 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对 他一旦起来 也是A技后期的一个大哥了 就四分钟之前啊 沈梦西 他没有办法出梦魇 所以桑琪的奶量能够给 A技 我这武则天这个大球 暈到了 能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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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进去 可以遮遮 可以遮遮这一波 哇大闪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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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敌人杰的上路一直在推 转呀 A技依旧不亏 因为他在防御塔上 敌人杰一直起到了关键的消耗作用 是上一波 是 纳可露露参团了 敌人杰在带线 然后之前呢 是敌人杰在打团 纳可露露在发育 就现在A技的两个核心 永远都有人在补发育 这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是让目前的XYG 而且野区要被禁了 是 想进野区 现在想控马可的红buff 对 现在想进野区不难 太痛了太痛了 快点跑赶紧跑 这红buff得拿呀 不然车车没有 没有发挥空间 马可一定要拿虎 来了来了 顶他进去 采利亚分割了 哎呦好惨哪 天呐 这个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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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自己骗自己的感觉了 他没留到 但逼了一个闪现 马可往前转 他还没有转满 就香羽就算再被多转两秒都没事 他刚才有被动了 他能扛很久 然后桑起还能慢慢奶回来 这把就是 沈梦希难受了 他如果要出梦魇的话 他其他 前排没有 有前排啊 他出了 这怎么能算没前排呢 这吕布加肉侃双前排 刚才看到8分04秒钟 香菜是第二个大剑 前面没有打出鸭之力 现在桑起的奶量 不会像之前那么舒服了 这是对XYG啊 最大的利好 黄牌定到了 完了 这下凯被迫逼出自己的大招 再加上刚才红buff的一个持续伤害 凯被迫推出战道 DNG还在逼着点人 这桑起太能奶了 但不难看出啊 沈梦希刚才这颗雷 已经 开始给A进场压力 纳可鲁路坐进去 被关羽推 推到塔下 I7这个位置 被海蓝天王留下 闪现再接1 跟一下再接1 换掉 换掉 向羽好有压副感 沈梦希的炸弹出能 也干净了 都没错 但是现在对A来讲 大的雪都回事了 他们的士气一点点的排得起来 但是手里是有个沉寂的 还是把这个蓝扯了下来 向羽再往前一点 呃是 对 凯来讲的话 他也去不好守护 可以 向羽有被动 他就敢压得深 向羽没被动的时候就会跟团 这就我们以后看比赛啊 看向羽的动作就能看得出 他现在的被动好没好 对的 因为他是AZ正常的一个唯一前排嘛 而且也是新手开团点 对 如果配合上迪人杰的黄牌 他就是可以往前进行开团的 确实 现在经济上 已经被AZ拉开了4000 只要迪人杰还在 AZ就会用团牌 红帽子拿一个 拿到红 马可主任太小 而且他们还要提防 后期纳可露露的进场 哎呦 这纳可露露已经破绝了 十分钟的时间 控完这一条暴君 再可以往主宰那边压一下视野 这发一嘴就多顺啊 对 而且一整把 他们很明确 马可现在是关键节奏 尤其再控马可的红帽子 搞不好花木兰就爽 现在不仅仅是马可的红帽子 被硬了大波巴感觉 视野也出不去啊 主要是凯跟关羽 两个冲点 这个体验 低技能的音效 还有黄牌的显影 都能成为找人的手段 然后武则天大招更不用提了 所以这些技能 为什么要提这些技能 关羽绕不进 关羽从侧面给到一些压力 再看向羽已经在前面知道 把蓝丽王的一个动向了 对 重点 向羽是卡着马可波罗的位置 只能眼看着AZ把双龙全部拿下 现在只能空个蓝 我们一直拿不到 经济已经拉开5圈了 而且是双龙的优势 这个翻盘有点难 直接放在上路 我发现AZ的指挥决策 真的就是很 怎么讲呢 就是迅雷不及掩耳 每次他们打完主宰 都会立马把 暗影之镜放出来 这个和XYG还是有点区别的 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优势在这个地方扩大 哎呦 还好赌了 呦 哎呀 这么打了这么远 这两个太肉了呀 赌注完了 完了完了 哎呀 还好 哎呀 哎呀 哎呀